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平安 大家好 我是庄亚伦 今天我们继续谈的是 《猎王纪上》第54讲 米盖亚预言 雅哈王被击败 首先让我们来 来读几节的经文 《猎王纪上》22章1到第4节 亚兰国和以色列国 三年没有征战 到第三年 犹大王约沙法下去 见以色列王 以色列王对陈朴说 你们不知道 激烈的拉末是属我们的吗 我们岂可静坐不动 不从亚兰王手里夺回来吗 雅哈问约沙法说 你肯同我去攻取激烈的拉末吗 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 你我不分彼此 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 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 雅哈跟亚兰王辩哈达曾经有立约 因为亚哈打赢了辩哈达 可是经过了三年以后 战争又再度的爆发 原因是什么 以色列人要从亚兰手中夺回那个激烈地的拉末 这个地方是在约旦河洞 第四显要 当时他可以掌握重要的商业通道 亚兰王本来已经答应愿意把这个归还给以色列 可是一直都没有履行他所承诺的 那么这个经文里头并没有特别指出来 以色列王是谁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定是雅哈 没有错的 有关他跟约沙法之间的相交来往 我们可以参考历代之下十八章一到二节 列王记下第八章十八节 那么激烈的拉末是位在亚兰以及以色列的一个交界 后来在耶护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丢在叙利亚人的手中夺去了 其实他们纯粹只是一场亚兰人跟以色列人的冲突 当时亚哈王就问约沙法 说你肯同我去吗 暗示犹大跟以色列并没有尊卑之分 所以他们两个人之间相互的关系是非常的好 他说变哈达没有造他曾经的许怒 将他占有的以色列诚意全部的要归还给亚哈 因此亚哈认为要想收回这些地方 必须要使用武力 那么在这里他说静默不动 表现无力的没有活动的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城在第二十章三十四节条约以后 没有归还给以色列 因此亚哈王邀请约沙法 而约沙法也愿意来参与打击这个变哈达亚兰王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到 《列王记》上二十二章第五到第八节 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 请你先求问耶和华 于是以色列王昭据先知约有四百人 问他们说 我上去攻取激烈的拉末 可以不可以 他们说可以上去 因为主必将纳成交在王的手里 约沙法说 这里不是还有约和华的先知 我们可以求问他吗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 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盖亚 我们可以托他求问约和华 只是我恨他 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 不是急于单说凶言 约沙法说 王不必这样说 当时的惯例是 如果要让这个战争成为圣战 那么不可缺少的就是要来求问神 约沙法很清楚地表明 他不是敬拜巴黎的人 因此他要求来询问耶和华 而不是像他的这个战友一样 为自己的行为来寻求自己的神 其实这是一个好的造头的 那么这个地方要强调的是 他采取任何行动 要来寻求神旨意的一个重要性了 当时亚哈网说 我们有四百位的这些先知以色列的国里头 可能他们都集中在伯特利 这个数目不会是夸张的 他们对以色列王是顺服的 他们的合一也绝对没有人可以怀疑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是国王选择来取悦他们的 而不是来宣告真理的 他们宣称耶和华神必会赐胜利 这也是以前战役当中制胜的一个原因的 那我们再来看《约王纪上》 二十二章第九到第十二节 以色列王就招了一个太监来说 你快去将因拉的儿子米盖亚招来 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空场上 各穿巢服坐在位上 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 基纳纳的儿子西里加造了两个铁角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要用这脚抵触亚兰人 直到将他们灭尽 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 可以上激烈的拉莫去 必然得胜 因为耶和华必将纳成交在王的手中 那么这两个王他们穿着巢服 不是穿盔甲 是一个公开场合 他们必须穿着的一个国王的礼服 坐在这个广场 一个空场 大型群众聚会的地方 那么当时有一个假的先知 西里加就用模型来强调他们的信息 他用铁角 代表可以驱逐亚兰离去的一个能力 其实先知耶利米 他也常常使用短句 或者用一种象征的方法来说预言 比如说他打破这个瓦瓶 或者他用恶牛恶来描述 栩栩如生的强调他的这个信息 好 那我们再来读 《猎王纪上》22章13到17节 那去遭米盖亚的使者对米盖亚说 众先知一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几言 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 也说几言 米盖亚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耶和华对我说什么 我就说什么 米盖亚到王面前 王问他说 米盖亚 我们上去攻取激烈的拉末 可以不可以 他回答说 可以上去 必然得胜 耶和华必将纳成 交在王的手中 王对他说 我当嘱咐你几次 你才奉耶和华的名 向我说实话呢 米盖亚说 我看见以色列众民 散在山上 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 耶和华说 这名没有主人 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 各归各家去 亚哈希望得到了奉耶和华的名 启示的权威性的预言 这个米盖亚 他就用一个故事性的意象来预告 是可以打赢他们 可是亚哈王你会死 以色列人的军队要溃散 当然亚哈王他听了他不高兴 我们可以注意到 其实亚哈王同时 他是把握机会来问 他想的是什么 要不要去攻打 或者跟他们定立一个和平的条约 米盖亚他看到了神给他的意象 没有牧人的羊群 是表示没有领袖 没有国王了 就会造成整个国家分裂 或者最后要毁灭的下场 后来米盖亚他又看到第二个意象 这一个意象比第一个更直接 而且更有一个责备的味道 他说看见至高神隐秘处 宝座的一个景象 真的先知 不仅仅会描述神所说的话 也包括了他自己所看见的天上的万军 不是指着新树诸神或加列神话里头的天庭 而是神的使者在执行他的命令 好 那我们继续来读 列王纪上二十二章十八到二十三节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 我岂没有告诉你 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 不说急语 单说凶言吗 米盖亚说 你要听耶和华的话 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 天上的万军 势力在他左右 耶和华说 谁去引诱雅哈 上激烈的拉木去阵亡呢 这个就这样说 那个就那样说 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 站在耶和华面前说 我去引诱他 耶和华问他说 你用何法呢 他说 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 做谎言的灵 耶和华说 这样你必能引诱他 你去如此行吧 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 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 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 降祸于你 米盖亚继续来指出来 雅哈他的阵亡 甚至先知的这些假话 其实都是出于耶和华 因为耶和华已经定义 要降祸在雅哈网的身上了 神他是借着恶魔 对人的引诱和陷害 施行这个刑罚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有许多的解经家认为 谎言的灵去奉差前引诱 这个好像跟神的道德本性相违背的 那么这个地方并没有证据显示出来 这个就是抵挡神旨意 谎言之父 撒旦 或者把它当作是一个启示的灵 这应当是一种 迷人化的一个预言的 因为即使是假先知 都有可能是受到超自然 神的能力的控制 而绝对不是只有限制 在于人理性可以理解的 那么这个谎言的灵 代表的是要达到自己的目的 而说出与真理不合的一个谎言的力量 所以雅哈他被谎言的灵引诱 那个谎言的灵 为什么能够成功的引诱了雅哈去送死呢 因为邪恶的雅哈 他不愿意领受爱真理的心 真理的圣灵就不肯启示他 邪灵就投其所好 最后趁虚而入 导致于他最后的灭亡死了 那么圣经里头也有其他的地方 利用在撒旦谎言的灵 真理的主不但定夺善事 也掌管恶事 以利亚曾经预言雅哈的结局 这次神使用假的预言的目的 也是要强调神控制万事 包括对不信者最后的审判 神已经放弃了雅哈 但是仍然给他机会 使用他的自由意志选择悔改 雅哈的自欺欺人 只能够使他沉沦 毁灭更深 成为他自己的教训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 雅哈最后的结果就是死亡了 好了 我们今天就暂且谈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再继续的讨论吧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